早雨,女孩车祸,男友取消婚礼,一年后,男友参加同学婚礼,看到新娘傻了衣,张小雨和男友流洋的爱情,长跑了六年,两人感情一直很好, 两人已经开始商量结婚了,虽然张小雨还没嫁给男友,但,张小雨经常会幻想着自己婚后的美好生活,一想到此,张小雨做梦都会想,张小雨以为自己的幸福就要来临,可是,婚礼前的一次意外,却让张小雨彻底失望了,那天,男友叫张小雨去世婚纱, 途中,张小雨特别的激动,可却以外遭遇了车祸,张小雨是被好心人送去医院的,她被抢救了回来,可两条腿却被截肢了,醒过来时,张小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了男友,可男友得知后,不仅没有安慰张小雨,反而说婚礼暂时去消掉, 二,其实,名演员都知道,刘洋只是委婉地和张小雨分手,张小雨也知道,如今自己这个样子会拖累男友,其实男友不说分手她也会提到,只是,谁能想到,男友没有安慰直接说分手,所以张小雨心中特别的难过,刘洋和张小雨分手后,就在没和她联系过,刘洋的父母重新给刘洋安排了相亲, 没有多久,刘洋结婚了,妻子并不是刘洋喜欢的类型,两人结婚后,矛盾多多,过得并不是很幸福,三年后的一天,刘洋一约去参加老同学张杀的婚礼,可是到婚礼现场看到新娘,刘洋是傻了,因为新娘竟是前女友张小雨,而且张小雨还能站起来,刘洋实在是想不通,难得张小雨当时车祸是骗我的, 刘洋当时还怀疑,可是后来一打听,刘洋才知道,事情并不是如此,三,原来张小雨当时出货不假,之后,因为出货,还有刘洋立马和她分手,张小雨一直一蹶不振,而这个时候,还好有张杀的鼓励与支持,张杀以前就暗恋张小雨,只不过当时张小雨和刘洋在一起, 所以张杀才没说出口,听到张小雨车祸还被男友抛弃,张杀,一个朋友的身份,一直在她身边鼓励她,后来,张杀还把自己想了好几年的积蓄,全部拿出来,给张小雨安了假之,张小雨原本被刘洋抛弃后心里,一直很冰冷的不敢接受别人, 但最后真的被张杀的真心感动了,张杀在张小雨车祸后,还能一直陪伴在她身边不离不弃,这样的人才是托付终身的人,所以,张小雨选择嫁给了她,得知这些,刘洋心中有不少的愧疚,见到张小雨如今幸福美满的样子,再看看自己如今不幸福的婚姻,刘洋心中不免有些后悔,只是,她后悔也没用, 不懂得珍惜的人,永远都得不到幸福,图片来自网络,若有侵权,灵系删除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